看看新闻网 生死恋剧组自样的车辆 这么大的阵仗 这里肯定就是这几天的拍摄 主要阵地无遗了 生死恋的故事发生在40年代 因此整个片场也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老上海风情 虽然这片景区在大部分时间是封锁的 但是在下午没戏的时候 对游客还是比较宽容的 记者也可借机一探究竟 石库门建筑就是没有灯 陈列的杂物 晾晒的破衣裳 老旧的海报 看得出剧组在布景方面非常用心 连闲剧的酒瓶的标签 都还原到了那个年代 甚至墙面挂的蜡鸭 看上去都颇有年代感 能够事无巨细地将道具一一还原 做到无懈可击 当然不是个轻松的活 空旺啊 他们学你学到这好 然后这东西都学摆的 剧组自己摆的 然后米店呀 他就搞米店的东西 两天呀什么杂货店呀 都自己配的道具 摆起来麻烦 摆了多少天 自己道具 有起木工还做旧 因为在路上都做了旧 有的时候都做了 这些都是我们结的 你们做了多长时间啊 这些 切呢是新的 然后又这样 高中算家怎么弄怎么弄 你说那个纸都是新的 就像看一样是小时 你都会做好事 只可惜装置过于精良 反倒引来了小贼 这才拍了一天 就已经有道具遗失了 昨天你看 人不是要看 本身这两个灯 还有一个灯 四个灯 这边一个小的 就被别人拿走了 你看你说你怎么办 其实你拿回家了 一定用都没有 但是我们是道具也不知道 昨天晚上摆到这里 今天早上我来就没有了 你又没打不到没有 你给他点这个灯了 你呀对吧 你拿回家干什么呀 害得我们少一又少一样的东西 另一边的弄堂里 另一波工人也在为 后面几天的戏忙活着 看来大排云集的戏 档期真是耽误不起呀 好几天呢 多少几天啊 五天搞的 你们之前是不是也准备 几两天 我刚刚看那边的团队 都这么大呢 准备十号的东西 现在十号拍 十号 今天七号 来不及去吧 弄堂里的房间也在加急赶工 只为满足电影拍摄的高标准 我本身就是拍新视频呢 就不要那么适合 上面颜色算好了 上面还有 本身就拍电影 记者多方了解 当天要拍摄的是夜戏 才下午三点多 服装师就已经开始忙碌起来 成牌成牌的群众服装需要整理 这大制作 果真名不失传 就在这时 记者还发现了专攻主创演员们使用的厕所 看上去也只是普通的移动厕所而已 大排明星们拍戏的日子 看来也是相当艰苦啊 大约五六点钟 剧组开始布置灯光 过了一会儿 一坨巨大的发光体就被吊车拉上了天空 为了达到逼真的光影效果 吴宇森导演似乎是自制了一个方琴大月亮 同时摄像跟各个工种也开始忙碌起来 好像就要开拍的样子 生死恋剧组有金城武 长泽雅美 张子怡 黄晓明 佟大为等等一众大排明星 今天不知哪位会驾到呢 张子怡来拍了 张子怡 没错 当天会来片场拍摄的就是张子怡了 不过由于片场始终戒备森严 记者始终难以近身观察 直到有一位好心人 决定带着我们勇闯片场 可没想到 记者走了一圈 也没在片场发现张子怡 看来主演仍然停留在化妆的环节 直到晚上八点多 从旁边楼里才走出一位 貌似张子怡的女子 从身形和脸形看都极为相似 并且输着这个年代的人 不应该有的复古波浪头 或有几分贵气 很符合她军官夫人的角色定位 应该就是她本人了 孙怡想要见你一面 真的好难 娱乐星星地 我等个花都谢了 上海独家采访的 张子怡说她初读到这个剧本的时候 泪流满面 甚至为人物揪心到不敢往下看 这是她第一次因为一个剧本而这样动容 所以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 好 谢谢大家